中美貿易戰的談判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美國用很多案例來指控中國 無視法律去侵犯美國知識產權 侵犯它的產權小的 有關於侵犯商標 影射假冒 山寨貨 大的是通過黑客 甚至不是黑客 實際上真人現身去別人的公司 或者重要的廠房 拿到一些商業機密的東西 黑客偷人通過電腦偷 真人現身只是進去別人的地方偷 這些人很多都是公司的僱員 而且是身處高位的僱員 是中國去的 大家知道Tesla是電動汽車的世界 先端的一個很重要的業界 可以叫做先鋒 有很多新的發明都在那裡出來 而且領先全世界 最近他在大陸做了一個全資工廠 是第一個 我一個公司在大陸做了一個全資工廠 也有很多人說Tesla 智能汽車公司是中美貿易戰的得益者 這是Tesla 中國容許他全資擁有一間廠房 是做給美國人看 你看我都可以容納 不是純粹還是外資來 還是我的股權佔多 可以外資全資擁有都可以 Tesla最近起訴一個前華裔的員工 叫曹光直 這個人興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是盜竊Tesla的自動駕駛汽車機密技術 偷到之後 然後突然辭職 再進入中國的小鵬汽車公司 小鵬汽車公司 其實是中國的智能汽車設計和製造商 在中國對他期望甚恩 說他是中國版的Tesla Tesla在大陸在上海搞了一個超級工廠 現在說小鵬和Tesla 是在智能和新能源汽車裡面 是直接的競爭對手 Tesla就告他 告這位曹光直 小鵬回應 沒有 入職前沒有發現他有任何違規行為 案情是這樣透露的 曹光直在離職前 離開Tesla之前 是將超過30萬份 也挺狼死的 的公司文件 包括自動駕駛汽車的原代碼附本 上傳到自己的iCloud 雲端的存儲 存儲的戶口 這位曹光直 將完整的原代碼壓縮 用Ship來壓縮 方便轉移 曹光直在Tesla做什麼呢 Tesla擔任自動駕駛項目的電腦視覺科學家 可以到訪Tesla自動駕駛項目原代碼的40個員工之一 相當受信任 他在Twitter上 曾經發表過一篇 相信是他 的一個Trait 說很高興自己是Tesla自動駕駛項目的一份子 非常優雅 然後在社交媒體個人介紹中 曹光直在2019年一月 在小鵬擔任Head of Perception 視覺部門的頭 負責開發自動駕駛汽車技術 他說自己是一個喜歡解決問題的人 一直熱衝於開發最酷的產品 其實 這個人在不同的美國大公司 做過相當高的職位 他的背景就是 他在蘋果和芝衣 就是擔任圖像科學家 也在美國普道大學 得到電機和計算機工程的博士 之前在大陸是浙江大學修讀本科和研究生的學位 這個狀子說 Tesla是智能汽車行業的領頭羊 自動駕駛技術 尤其是公司各項知識產權 是皇冠上的補石 在公司投入數億美元 五年多時間研發出來的成果 而小鵬汽車一直企圖模仿Tesla的技術和產品 小鵬說沒有這回事 他入職之前和前後 沒有發現他在Tesla有任何違規行為 小鵬說高度關注這件事 目前已經啟動最一步調查 小鵬汽車的董事長也回應 Tesla多次在公開和內部提到小鵬 要求相關團隊關注 如果是用這種方式訴訟來表達關注 我就很不理解 用一個懷疑的民事訴訟 通過打擊工程師的方法來進行 不是吧 小鵬汽車的董事長何小鵬說 中美高端人才流動在企業之間是正常狀態 但用這種方式來降低人才流動 不如想想如何提高企業內部人士競爭 大家要注意 我們一直說告告告 其實他是用民事起訴的方式 不是用刑事起訴的方式 如果刑事起訴當然要公訴 可能是FBI做 為何要提民事起訴 有些分析說 因為Tesla在大陸還有業務 他不想跟中國抹臉 所以第一 如果民事起訴成功 可以索償 對於這個人或小鵬 如果資料落下給小鵬 對於小鵬來說 都會入獄 賠錢 賠錢可能很多都不頂 但對於這位工程師 這位曹剛直 又未必是因為刑事的原因 因為民事 需要失去自由 未必要坐牢 對中國來說 算是一個相對溫和的做法 想達到目的 但是溫和的做法 但也不排除FBI 會主動起訴 這位曹剛直 我剛才說 其實中國高科技公司 通過一些 進入美國的高管人才 千人計劃 中國製造2025 全部都是這些貨式 去偷別人的東西 去別人研究機構 用公家錢的研究機構 大學研究機構 或是私人公司研究單位部門 去偷別人 花了幾億美元 花了很長時間研究機構 這次不是第一次 我相信也不是最後一次 以前做過 現在在做 將來都會做 這種情況 是中國 改革開放40年 尤其是最近20年 高速發展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美國人說得對 中國的高速發展 某程度上是建基於 這些盜竊的行為 建基於拿美國好處 而令中國在科技上高速發展 無論是貿易 無論是科技 都是如此 所以這些情況 不止第一次這樣做 受捕於美國企業委 工程師研究人員 偷別人的商業機密 然後被中國新的僱主 或者回到創業 最近是不絕於意 涉及的技術範圍 包括電腦的元代碼 電池科技機密 包裝塗料 記不記得嗎 可樂可樂 又是這樣 裡面那層塗料 本來說 釋出化學品 對身體健康有影響 研究了很久 發現有一個塗料沒有這個問題 整個偷了去 還有 GE 通用電器 做飛機渦輪的技術 要數是慶祝難輸 涉及的人數相當多 也有些人向法庭認罪 承認是用違規違法的方式 盜取美國企業的技術 美國很明確表態 各級官員很明確表態 將政府和企業 必須停止盜取知識產權 強制敏感技術轉移行為 知識產權的保護 也是美中貿易經貿談判的關鍵特點 在這個談判過程中 突然Tesla用民事起訴 曹光席 將這間公司的自動駕駛 這些機密資料 給了小鵬汽車 其實對於中美談判 有關知識產權的部分 其實是給了很多彈藥 美國對中國科技領域的戒心 高度是史無前例 所以很多人說 已經進入科技冷戰 我早已說過 一年前已經開始說 這不僅是貿易戰的問題 這是冷戰 如果是中美冷戰 這個冷戰 除了是科技戰 貿易戰 可能是貨幣戰之外 還可以包括是超限戰 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一個大容路 人才是來者不拒 沒有種族 宗教 語言 當然要懂英文 因為英文為主要 或唯一重要研究的語言 溝通的語言 亦沒有分離來源地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科技上領先全世界 但在很多問題上都可以領先全世界 原因是因為它是廣納人才 但到今天 當他們發現中國人或中國政府 是用美國歡迎全世界移民的漏洞 去偷美國的東西 於是美國就開始展開相當多的戒備 是否令到這些 如果是無辜的華裔的美國方言人才 在美國的研究機構做事 會受到無辜的牽連呢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被用放大鏡審視 簡單地說 如果最輕可的就是被人歧視 又或者是某些級別的機密 本來你是看得到的 你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例如一個很資深的高級研究員 有些東西你可以看 對不起 因為你是種族 他不會告訴你 如果還未告他種族歧視 你不能提納 對他的研究 這些真正最深於科學研究 最深於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才 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懷疑每一個人都是間諜 其實是相當不理想的做法 有些科學家說 知識產權盜竊的風險確實存在 但也擔心出現對華人 有歧視性的過度執法 例如美國執法部員 應該用精準的解剖刀 不是用異相無辜的鈍器 一刀切禁止有中國背景的從業者 參與美國科技研究 這不是明智的選擇 從理性來說 我也同意這個說法 提出的是一位美國研究網絡安全 和數碼經濟的一位美國籍的研究員 不是華裔的研究員 他跟同時之間的交往 大家完全沒有解剔的情況下 一定會發展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研究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但處處設防沒有辦法 要處處設防的話 最後可能會令到這些研究的進度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基於美國的利益 從美國的安全角度來說 中國這麼狼胎的做法 他有什麼可以做 唯有就是要設防 這是連美國科學家 自己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便會看到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都可以收到